大家好 歡迎來到新視野 我是浩天 首先祝大家中國新年快樂 祝願每一位觀眾在兔年平安健康 事業有成 事事如意 拜登機密文件的醜聞 媒體爆出的消息越來越多 但其中有一個重要的問題是 這些文件從發現到媒體曝光 68天中拜登和他的團隊做了什麼 更重要的是 誰泄露了這些文件 為什麼要泄露給媒體 與此同時 2024年總統提名的爭奪戰也在暗流湧動 五一宣布競選2024的川普總統 正在遭受新一輪的法律挫折 但選民對川普的支持度依然十分高漲 我們先看拜登的機密文件 迄今為止 拜登的機密文件一共有四批 分別在華盛頓的賓夕法尼亞拜登中心 拜登位於特拉華州 威爾明段家的車庫 他家的書房 以及在這個家的另一個地方 1月20日 左媒《紐約時報》爆出了重磅消息 稱拜登和包括他的妹妹 瓦雷利·拜登奧文斯在內的 一個由他最親信的顧問組成的小團隊 曾經密謀對發現的機密文件進行保密 他們打賭可以悄悄地處理這個問題 而不讓公眾知道 發現機密文件報告給司法部 並交給國家檔案館是一個規定程序 第一批機密文件是拜登的律師帕特里克·姆爾 在去年11月2日發現的 一開始 拜登和他的廖民最親信的顧問們都相信 11月2日首先在拜登中心發現的機密文件 他們可以與司法部私下打交道 讓司法部長梅里格·加蘭 對此事進行保密 1月20日 《每日郵報》披露了這些親信的名字 參與初步討論的 是由拜登的私人律師鮑伯·鮑爾 和白宮高級顧問安妮塔·丹安領導的一個 忠於拜登的核心團隊 參與討論的還有 拜登的妹妹瓦勒利·拜登·歐文斯 白宮高級顧問麥克·多尼隆 白宮法律顧問斯托爾特·德勒里 以及白宮律師理查德·索伯 他們試圖說服司法部 這是一個簡單的錯誤 與在唐納的川普 在海湖莊園發現的機密文件不一樣 但是 事與願違 他們只成功保密了68天 今年1月9日 CBS 率先報導了拜登的機密文件 並導致後面的連縮反應 成為白宮的全面危機 拜登的聲譽受到打擊 共和黨人指責他虛偽 甚至民主黨人也在質疑 拜登政府在這件事上的判斷力 最後 他們試圖控制事態發展 和與司法部打交道的努力都失敗了 司法部長任命的一名特別檢察官 來調查此事 拜登本人也受到了衝擊 因為他拒絕立即向公眾披露這一發現 尤其是最初發現文件的時間是去年中期選舉前六天 但事件被隱瞞了 避免民主黨在中期選舉中受到衝擊 那麼 在過去六年中 誰可能接觸到這些文件呢? 1月20日星期五 《每日郵報》引述消息人士說 在拜登中心發現的機密文件 從拜登的副總統辦公室移交到華盛頓特區的拜登中心 中間有一次停留 2017年1月 拜登卸任副總統後 這些文件先在白宮附近的一個政府過渡辦公室 待了大約六個月 2017年7月 拜登的團隊騰出了過渡辦公室 這批文件隨著幾箱材料 被轉移到華盛頓特區唐人街附近的一個臨時設施 這個設施由賓夕法尼亞拜登中心監管 2018年 賓夕法尼亞拜登中心正式開業 拜登擁有一間辦公室 這些文件最終被鎖在這間辦公室的一個櫃子裡 2017年負責監督拜登文件包裝和運輸的人 是前行政助理鍾凱西 鍾凱西與亨特曾在商務部共識 在亨特的推薦下 拜登改了他這個職位 在拜登的機密文件事件中 鍾凱西是第一個被公開確認與聯邦調查人員會面的人 不過每日郵報報道 鍾凱西不知道每個箱子裡的東西是什麼 在拜登機密文件中 還有一個特點是 指向拜登家族與中共的關係 拜登本人也從中獲利 1月20日 每日郵報獨家報導說 2017年10月 拜登家族在討論與中共數百萬美元的天然氣交易的電子郵件中 直接點出了前副總統參加了會議 也就是喬拜登 這筆交易是從路易斯安那州向中共提供500萬端天然氣 當時路易斯安那州的律師羅伯德·費奈是這筆交易的美方代表 費奈寫信給拜登的弟弟吉姆說他安排了一個電話 與副總統和他的兒子亨特討論購買事宜 那時 拜登是一屆平民 但他在2020年選舉期間 一再煽稱沒有參與亨特的商業活動也從不過問 至於拜登特拉華家的訪客記錄 眾議院監督委員會常向白宮和特警局索取 一度碰了軟釘子 不過 僅僅過了三天 特警局就改口了 承認有拜登在特拉華州家的訪客記錄 據《紐約郵報》報導 1月19日 特警局發言人安東尼·古利爾米說 特警局確實會未可能接觸特警局保護地點的各種個人 删成執法和刑事司法信息記錄 他還說 特警局沒有保存被保護人員私人駐台的訪客記錄 保存在政府大樓的訪客記錄 是國家檔案和記錄管理局的工作 雖然我們可以訪問這些記錄和日誌 但我們不是這個日誌和記錄的保管人 現在 拜登的醜聞越挖越深 甚至一度保護著拜登的左媒CNN 三年來 他們一直沒有報導亨特筆記本電腦事件 本週也開始突然轉向 連篇懶讀地報導拜登的醜聞 那麼 誰把這些文件的信息泄露改了媒體? 為什麼左媒都在挖拜登的醜聞?他們的目的究竟是什麼? 福克斯名嘴塔克·卡爾森和被稱為保守派戰士的電視節目主持人 委員阿林·魯特的觀點也許可以幫助我們打開一些思路 1月20日 塔克·卡爾森在節目中說 喬拜登的總統位置被他自己的政黨給安樂死了 這有一種不可否認的諷刺感 但你不得不承認 在這位總統眼皮底下搞壞的事情比任何其他總統都多 現在 美國面臨重大危機 比如南部邊境危機 一些很棒的美國城市已經變成了貧民窟 經濟處於崩潰狀態 毒品翻炭的流行 城市中的混亂和犯罪等等 所有這些問題都讓美國人深感憂慮 但相比之下 卡爾森說 沒有幾個美國人會關注機密文件事件 只有華盛頓除外 司法部正在懲罰喬拜登 這是華盛頓在保護自己 要喬拜登一個人對這些罪行負責 卡爾森認為 永久的華盛頓不希望喬拜登再次競選總統 這就是他們傳遞信息的方式 甚至CNN也決定出手 對拜登在擔任總統兩年後的不當行為進行曝光 看來 命令已經發出 拜登已經完蛋了 電視節目主持人五言阿林·魯特 則從2024年總統大選的角度 談到拜登被華盛頓拋棄的原因 1月20日 魯特說 發生的事情太明顯了 拜登的總統任期結束了 深層政府和華盛頓沼澤不再需要他了 他們達到了目的 現在是讓拜登出局了 民主黨人意識到 拜登不僅是政治上最糟糕的候選人 而且正在眾目睽睽之下 他的形象正在惡化 從阿富汗撤軍 俄乌戰爭 中共賄賂 亨特筆記本電腦 開放邊境 疫苗強制令導致的人員死亡 到車庫裡發現機密文件 每個人都知道 甚至大多數民主黨人最終也明白了 他們不希望拜登參加2024年大選 魯特認為 民主黨是世界級的掩蓋專家 看看被操縱和窃取的大選 疫苗宣傳和意料聽證會 大家都能看出來 但是 扶植拜登的山岸勢力需要除掉它 那麼 這一切的幕後黑手又是誰? 魯特認為 有三個家族 第一個是奧巴馬家族 奧巴馬從一開始 就在幕後操縱總統任期 拜登是奧巴馬的傀儡 奧巴馬讓他入住白宮 現在他要把拜登送到養老院 魯特猜測 奧巴馬的妻子米歇爾奧巴馬 可能作為民主黨2024年總統候選人 這是奧巴馬的計劃 這將是奧巴馬的第四和第五個任期 第二個是克林頓家族 克林頓家族與深層政府的聯繫身後 把拜登老人扔下飛機 是為了給希拉里騰出地方 第三個是佩洛西家族 魯特說佩洛西家族老謀深算 他們和深層勢力的關係就像電影《紐約往事》中的高地和黑手黨的關係一樣 他們想扶持佩洛西的職子 加州州長加文紐森上台 奧巴·拜登推下公共汽車 魯特還說 深層政府迫切想除掉拜登 還有另外一個原因 如果他們以處理機密文件不當的罪名起訴拜登 定罪或迫使拜登下台 那樣他們不僅擺脫了信天翁拜登 而且也將以同樣的罪名起訴和定罪川普 以顯示他們的公平 誠實和公正 說到川普總統的遭遇 1月19日佛洛里達州南區法院法官約翰·米德爾·布魯克斯 發布了一項嚴厲的裁決 要求川普和他的律師排偿近100萬美元 理由是他們在起訴希拉里·克林頓時暂用了法院系統 米德爾·布魯克斯是1997年1月7日由希拉里的丈夫 比尔克林頓提名的聯邦法官 當年5月27日接受任命 他在裁決書中寫道 這個案子根本就不應該提起 並指責川普是戰略性濫用司法程序的策劃者 這起案件的起因是 去年3月 川普和他的律師團隊 遞交了長達108頁的訴訟 指控希拉里和其他人 為了操縱2016年大選而抹黑川普 虛刻通厄門事件 川普要求對方賠償7200萬美元 去年9月 法官駁回了川普的訴訟 後來一名被告要求制裁川普 到了今年1月19日 法官米德爾·布魯克斯做出裁決 指責川普利用法律報復政治對手 稱他的訴訟案讓31個個人和實體受到了不必要的傷害 並要求川普和他的律師阿里納·哈勃支付93.8萬美元的罰款 我們估計 這個裁決讓川普進一步看到美國司法的墮落 為了其中盡力競選2024 1月20日 川普撤銷了對紐約州總檢察長來遞下詹姆斯的訴訟 此前 川普指控仇漢他的詹姆斯領導了一場 參對川普和川普集團的無情、有害、公開和毫無歉意的運動 不過 川普總統儘管遭受了法律上的不公 但在2024年共和黨初選提名中 他的支持度依然遙遙領先 並進一步擴大了優勢 1月20日 在最新的哈佛·哈里斯民意調查中 川普獲得了48%的註冊選民的支持 並明顯領先於他最接近的潛在競爭對手 佛洛里達州共和黨州長羅恩·德桑蒂斯 德桑蒂斯擁有28%的支持率 川普的優勢擴大到了20% 比1月18日早前諮詢公司民調的17%的優勢 又擴大了3個百分點 前副總統邁克·庞斯以7%的支持率排名第三 佛洛里達州參議員馬克·盧比奧 和前聯合國大使尼基·哈里 分比獲得了3%的支持率 目前 在共和黨候選人中 只有川普公開宣布參選 哈里最近宣布他正在考慮參選 而在民主黨中 還沒有人宣布竞選2024 不過 拜登已經表示要尋求連任 但沒有公開宣布 在這次民意調查中 拜登的支持率為35% 排名第二的是卡馬拉·哈里斯 支持率是12% 希拉里排名第四獲得了8%的支持率 加州州長加文紐森排名第10 獲得了近3%的支持率 好 我們先說這些 再次祝大家新年快樂 我們下期節目 再見